原标题 宫崎骏名作龙猫中国供应 铺海报时光网讯今日 动画电影龙猫在中国院线正式供应铺新海报 作为动画大师 宫崎骏导演最受追捧的作品 享誉全球的龙猫早已成为无数观众 心目中人生必看影片之一 遗憾的是 宫崎骏与吉普利工作室制作的电影 此前一直缺席国内院线 作为首部登陆中国大荧幕的吉普利工作室作品 龙猫从隐性之初就掀起一阵 要还宫崎骏电影票的期待 旋风内地上映终极预告 立意盈然的夏日 朴实真气的人物 憨蒙可爱的龙猫 反出归真的情感和泥梦奇幻的童话 龙猫宛如一个温暖初心的乌托邦梦幸一样 让看过的人念念不忘 片中妇女三人在欢声笑语间 彼此呵护关爱 姐妹两人在龙猫的陪伴下经历成长 其是拭目不相识的路人之间 也洋溢着温暖人情 宫崎骏还有温情满满的细节 表现出影片天真执着的同学和质朴 纯厚的人性 让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 更年龄阶段的观众 都被龙猫独具的暖蒙气质圈反 此次中国上映的龙猫 是由极不利工作室官方 未适应现代化的影响技术 特意将原版电影作品的胶片转成数码 并进行了重拾后 以更加理想的画面表现 在线影片的经典故事 作为宫崎骏导演作品的御用配乐 久时让通过轻快灵动的音乐 为龙猫温暖至萌的电影画面 又增添一份优美灵力 龙猫出现时音乐节奏 仿佛捉迷藏式的间隔与跳跃 两姐妹在雨中的车站等候巴士时背景 越在低沉的伟大中偶尔出现的调皮的律动感